大家好,今天是4月25日,星期四 今天市又升了,升穿了保利哥通道上族 很多人都說,為什麼要升呢? 我只是頭痕,所以要拗頭 其實很簡單,阿爺告訴你 有國九條,說不知有什麼等等 就是這樣 因為阿爺一定要保住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你不要說遲一點 等一會又說什麼沙地又說什麼來不來 當然啦,根本會來的 看著它來 今天又說了一件事 昨天說了沙地的資金 是買這個什麼,買這個 這個 這個 兩隻國內的 這個石膏 化工股 今天又說了 沙地會買 比亞迪啊 這樣 無論怎樣也好 資金 是一定會來香港的 很多人說 你這個什麼 這個IPO 是說的 IPO 我儘管這麼說 如果真的有些 大一點的IPO 例如 茅台會來香港 都上下市的話 我想請問 沙地資金會不會買矛盾的股票 不會的 因為他們是不准買飲酒股的 不過呢 其他的股可以做的嘛 如果有這些來的話 沙地資金其實為什麼會來香港呢 你要來中國 很簡單 你美國人 充公俄羅斯的東西嘛 是不是 那麼沙地的不怕嗎 當時你一反肚豬肚就是屎 你充公那些東西 那些錢都在你那裡 我就死了 是不是 所以 美國 是幫助了 香港很多的 感謝拜登 感謝拜登 不是感謝特朗普 特朗普他沒有充公人東西 拜登呢 狼頭在充公人東西 你充公的話 很簡單 我們窮佬有什麼給你充公的 是不是 那些有錢佬就很擔心 是不是 不知道那些李先生怎麼想呢 走啊 你走出去 遲早被人一鑊撬起 好了 今天呢 市場多版派上升 我們看看 你看看 這裏的 保險 保險 我都說過保險 為何一直這幾排都會上升 很簡單嘛 因為他們國內的以前的投資 說不定嘛 現在國內的A股 又升上來嘛 債務的東西 有些都拆除了嘛 那就可以了 所以一路就他們的資產上升 公用事業 很簡單啦 這件事 看看有哪些公用事業會上升 你會知道 醫療保健 阿爺一直都在做 煤炭 又再增加上來 留意啦 煤炭又增加上來 可能又會再升了 運輸 當然會升升跌跌 最終運輸都是會升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 國內的經濟好一點點 自然 運輸股 即公勞股什麼都會好 這次保險股的升 是實牙實耻的 因為這全部都是大牛龜的東西 大牛龜的東西 再其次 我們看到有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 就是這樣 一般來說 現在阿爺有些事情要做 不要小看一件事 阿爺現在將很多地下的管道 很久的管道 現在將它重整 因為漏了 地下的坑渠需要整整 留意中國聯數 即是用膠管的東西 醫療保健 很簡單 醫療保健什麼都可以做 一般都是會升的 不過 若名系比較會陰功一點 煤炭 你就看到了 又回來了 留意著 留意著 再跟著有運輸物流 運輸物流全部都是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現在做了很多低空經濟 什麼什麼的東西 所以這個也可以留意 現在再跟著看 個別的版派方面 除了騰訊有少少回跌 其他的還是有少少上升 不過升得不是很多 雖然是0.2% 0.2% 這是3% 港交所升了3% 因為 人家以為他會賺得少一點 不如他賺了多一點點 所以就升上來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其子 其子方面 一聲 就升上普利的通道中軸 這裡 留心這裡 因為昨天已經 之前已經說了 這裡的升破 你看這裡 是已經超越了之前的 這個頂 這個頂 只要今天是收起 這個位置上面 即是收起173上面 看看173 也都已經是 超越了 之前那些 一中的頂 只要升了1300 已經可以了 即173上面已經可以了 所以在這點 OK啦 今天的成交 應該不會少的 昨天去到這麼多 現在半週已經這麼多 那麼 我昨天已經說了 昨天的成交 一定會多過之前的兩天 因為昨天 是中午時的成交 已經去到這裡 同樣 今天這裡的成交 已經去到一半 再跟著來的成交 可能會上到這裡 拍得住這個 這個是昨天的 或者可能低一點 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不過就不要低太多 有什麼股份可以看呢 留言 第一次是黃黃醫藥 見到 站好 我們再次